這是什麼樣的 有聊四季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草血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使第七屆的比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選擇了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柴果子速度特別快 然後再來是他的騎兵 有這個血量加成 但是值得注意是他沒有品種 所以在前期的互打情況下 如果對方先點品種的話 血量是會優於法蘭克人的 因為法蘭克人騎兵要點到遊俠才會比較有大的優勢 那城堡時代的話也只多了四滴血的騎兵優勢 所以法蘭克人算是比較中規中矩 不會太爛也不會太強的一個文明 但是法蘭克人他的科技線算是蠻全面的 就是他有火炮也有火槍 騎兵也是全滿的 但是他弓兵是不太行的 沒有三級色跟三級防 雖然法蘭克人後期需要這個遠程單位的時候 通常都是會出火槍 不然就出指斧兵 做一個選擇 戰毛兵也是很少出現的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玩起來算是比較適合新手 因為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讓他前期的經濟不會說太差 也不會說太... 完全到沒有的地步 算是這個一級農二級農 還是比較有用出一點 不小心被這個村民卡到 野豬沒有回去 好 法蘭克人後期比較適合打遊俠配擊兵的作戰策略 搭配少量火槍火炮 是一個不錯的工程組合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的玩法也是相當多變的 他的玩法是比較注重於在挖石頭這件事情上 因為他的這個箭塔 點下銀罐激素之後 射程非常的遠 而且挖石頭還有加速 雖然他的箭塔沒有什麼太多特殊能力 但這個箭塔會自動升級 每升到一個時代 這個箭塔的能力就會越來越強 而且不需要額外研發 那朝鮮人的話 有個比較著名的競技場打法 就是 箭塔 翼城 戰術 封城 就是直接到處插你的這個外圍 城牆外圍 那這個打法 在以前的打法蠻熱門的 可以阻嚇對手 但其實上 這個打法很容易被破解 只要對方有火炮或是巨頭 就很好解 火炮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有一層技術的朝鮮 是可以直接反攻這個火炮的 朝鮮人的後期的主力會是這個馬戰車 跟這個強弩的部分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那工程器的方面的話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投石車的 因為他投石車有這個射程加成 所以朝鮮馬戰車加投石車 然後再配強弩全部為這個工程 遠距離單位 步兵單位跟騎兵單位都不太行 騎兵沒有平手沒有三防 而且步兵的話也沒有三攻 所以打起來朝鮮算是比較需要 靠馬戰車去做出比較大的一個反擊 那其他方面的話可能只能出個步兵 這個擊兵做反擊一下騎兵的動作 這一場的一個打法的關鍵 是在於朝鮮有沒有能夠辦法造出夠多的箭塔 然後慢慢推進 是個重點 但法輪客人這個城堡很便宜 所以要反制箭塔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直接插個城堡就完事了 所以工程方面會變成是朝鮮人的重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這場比賽是ACCN對上VIPER ACCN是越南第一高手 VIPER是綜合地圖來的第一名 他這種地圖都是非常強大 對地圖理解都非常厲害 我心目中的世界冠軍人還是VIPER 但沙漠職榜阿拉伯真的是黑達斯最強 好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升級 那目前看起來朝鮮人很正常 VIPER是24P點封禁3 法蘭克人是25P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那再來看一下後方 後方經濟很正常四個人吃過 七個人伐木 這有點少 兩個人 這邊可以順利點下了城堡時代 先點下一級木 支援量是夠的 法蘭克人這邊也是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也點下了一級木 該身都有升 那朝鮮人VIPER會不會先存一下資源呢 待會要來直接點二級農二級木3TC開農 七五聖物的打法 有沒有可能 因為朝鮮人在封建城堡時代爭取聖物這件事情來說 是有點遜色於法蘭克人的 這個要稍微講一下 法蘭克人到城堡時代的爭奪聖物這件事情上 雖然說優勢沒有到非常巨導 但是前期來說是有一定的優勢 畢竟這個血量加成還是有感 現在就五十四滴血 到青騎兵直接變成七十幾滴 七十四滴的樣子 雖然有點品種青騎兵是八十滴 但他這個前期來說要點品種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法蘭克人現在搶聖物的優勢是很大的 但是ACCN看到VIPER這邊是沒有打算要來撿聖物的 修到願一個都沒有蓋 你也沒有蓋馬舅 好這邊是選擇直接3TC看龍器五聖物 那ACCN這邊就很舒服了 聖物減一減 這些大家會產出來的黃金 點遊俠也會沒什麼壓力 這邊看到城鎮中心三個正常運轉 TCDelay VIPER做到只有2秒而已 哇這個太強大了 這個就是世界冠軍等 3TC運轉 現在才變4秒而已 厲害厲害厲害 VIP這邊點下輪軸技術 點輪軸技術會稍微卡下這個 村民會稍微斷村一下下 但還可以接受 因為輪軸技術大概只要30吋到40吋點的時候 就已經很不錯 大概七八十吋的時候再點手推車 這個農田的運作量 跟這個伐木的運作是可以拉到最滿 ACCN這邊開心撿生物 這邊敲著城門似乎在 跟VIP說 欸你在幹嘛啊 出來晃一下 結果VIP這時候還是按下一隻生侶 但這個生侶 不確定是否要去撿生物的 這樣去撿生物可能為11萬 已經被撿差不多 雖然還是有按槍兵 稍微擋一下對方輕騎兵 沒有這連輕騎兵都沒生 還是刺猴 最後一個生物已經要被撿完了 卡蘭克人這邊也是3TC 開農之後補下第4個TC 4TC開農 但是VIP這邊卻沒有點4TC 4TC可以開在後方這個位置 這裡也可以 這個房子有點卡 這邊稍微有一些村民走路出來 看來是要來蓋劍塔 後面有一隻天空熊 這邊照一下長槍 到了 清騎兵想要偷打 但是沒機會 這邊已經升好了重裝長槍兵 老頭會被戳死嗎 最後還是被老頭戳死了 但是VIP很標準 打出了朝鮮應有的優勢 直接蓋出了一個防禦箭塔 開始要來潛壓了 不知道會不會VIP會打出我所有戰術 朝鮮的逸城塔攻封鎖戰術 這個是很早期的一個打法 我不確定現在會不會有韓國玩家 在玩朝鮮時候會打這個戰術 這戰術其實有點懷念 清頭開拆城堡 直接低調 好 VIP覺得這個城堡有點難建 選擇了放棄 好 但是這邊也要準備上到地獄室代 這邊清騎兵也在偷打 長槍兵騷擾村民蓋城堡 但這個城堡應該是能建立起來 長槍兵的傷害並沒有很高 好 城堡喔 這邊也是難蓋 這個投石車再度阻止了VIP VIP這邊拉村民太少 只拉了山村就想出來搞事 這個城堡看起來又要建立不起來 然後法蘭克人這邊連續保推 這個城堡已經要蓋到50%了 看起來是要低調啦 哇VIP這邊有點失誤喔 不應該拉這麼少出來蓋的喔 好對方城堡已經蓋好 帶這個城堡 還是沒有建立起來 現在要蓋的話 一定要帶這個斜角蓋 好連環把持續蓋過來 法蘭克人這邊開始按指輔兵 指輔兵的優勢 指輔兵是打對方的長槍兵很好 而且打對方工程器 而且打對方工程器 也是傷害始祖的 但是要小心對方的這個射程 好 投石車繼續砸 VIP這邊直接死了山村 喔 損失慘重 城堡的血量 一直在慢慢被削減 好 但是現在要這裡投石車 砸到了 OK 但是還沒有點金罐 所以投石車的射程是一樣 這一棟城堡還差2%就蓋完 村民會不會被打掉呢 回頭打一下 19 好 重點蓋好 哇 這蓋的真的是蓋到頭破血了 賣盒損失了非常多村民 城堡蓋好之後 要不要先點一下巨頭跟增兵技術 這個是要想一下 因為待會他這根城堡是很難守住的 看好不好他在裡面直接產巨頭 好 火炮趕快出 化學點好了 好 這邊可以繼續出大型箭塔 火炮塔也可以 但我覺得大型箭塔就夠用了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點下重裝騎士 還有馬鎧還有化學 整兵技術 改點都有點 大型箭塔現在已經升好了 8加4 攻擊也是全滿 朝鮮的工兵卡甲是免費附贈的 所以他在打攻兵路線是很快會升級完全部的防禦力 哇 這個增兵技術看起來守不住了 尷尬囉 MBL 不是MBL VIPER這邊 增兵技術不知道會不會記得補 因為有時候被打掉之後 就覺得自己有按了 然後就不會再去補了 如果沒有點增兵技術的話 待會爆兵可能會有問題 好 VIPER這邊的村民術來到了140處 ACCM來到120村 村民術可能還要再繼續按了 還是有點太少 這邊還是有記得補真兵 第一個城堡要解決掉了 這個有個洞 這個VIPER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火炮稍微反制回去 但是要小心城堡殺的很痛 剩下一點血趕快秀一下 但是對方法蘭克人也是把巨頭架在城堡後方 這樣子火炮就不能很好的 輕鬆攻擊 巨型投司機 巨型投司機利用射程優勢 想要反制火炮 但是沒有砸到 VIPER這邊一直在秀操作 好 法蘭克人慢慢在升級馬凱 那MBL 不是MBL 一直講MBL幹嘛 難道我真的愛上他了 不是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三級防禦 那擊兵待會要補向 那目前法蘭克人出植服兵來說 打這個長香兵相當好用 但是植服兵也是要害怕這個火炮 現在這個制衡 兩邊都算是勉強爬科技 好 長香兵兩邊互打一下 這邊直接進入城堡射程範圍 長香兵死了一片 好 看法蘭克這邊轉出火炮了 唉唷 這邊砸得不錯 直接預判到火炮的路徑 直接殘血 好 法蘭克這邊直接拉了幾隻重裝 其實想要硬上 但是 VIPER這邊建築學打得很好 直接建立了兩個城門 直接把騎兵 抵擋在外面 好 這邊直接變成一個城牆 但是後方的巨頭 直接被火炮拆掉了 好 左邊這棟建築也是被拆掉 正面出現更大的防守缺失 完蛋了 這邊要騎兵直接硬騎了 火炮直接往前硬點 想要直接砸掉 哎呀 砸得不錯 三火炮直接集火 三台巨頭直接消失 大型劍塔持續輸出 噢 火炮有砸的地方 MVIPER這邊走向 算是很正常 騎兵 然後配工程器 沒有出馬戰車 馬戰車要成行 效一段時間 要例行可以成軍的話 果然出垃圾兵 配上火炮 是比較快速 而且還可以秀操作的一個選擇 再配上自己的大型劍塔 然後帶大家點一下這個議程技術 就可以讓這個殺傷力再更強大一點點 裡面支服兵 囤的數量有點多了 來到12隻 但支服兵現在也是不能隨意出去 現在ACC現在有小辦法 把VIPER的火炮解決掉 才可以衝鋒 現在打是有點危險的 但ACC也不急 他慢慢點出了工程師 還有耕種技術所飛車 經濟科技慢慢補了起來 火炮稍微做一個打炮 稍微反制一下 VIPER這邊點下了二攻 三級伐木 煞 gespannt 才沒啪到 火炮稍微反制 沒有啪到 稍微砸一發 好 火箱被射到 anymore VIPER等一下關鍵技術 1成 但是火炮打大行進塔傷害是非常誇張 幾隻火槍直接被射爆 這個火炮還是很痛 好 兩邊開始打圈地戰 但我覺得VIPER右邊可能還是要 開始慢慢把這個金礦給圈起來 左右兩邊開始有防守 但是現在VIPER是想要全力守左邊 因為這裡有石料 後方還有金礦處 這個石料很重要 還有現在全力在控左邊 右邊的黃金 其實AC線可以考慮去抽挖一下 火炮繼續輸出 這個城堡有點危險了 火槍沒有控好 直接進到了大型劍塔的生存範圍內 點下建築物學 建築物學點完之後 大型劍塔的血量也會再增多 防禦會變得更好一點 火炮再次反擊 砸掉了一台 AC線的火炮 軍銀頭司機輸出 蓋好了大型劍塔 直接被拆掉 劍塔直接爆開了 兩邊的城堡都是直接殞落 不是兩邊 只有AC線的城堡 城堡掉了之後再普了一棟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遊俠點下 還有一分半 這邊一分半一定要承住氣 192遊俠出來之後 才是法蘭克人的精華時期 大家現在肉有點多 要趕快去點下二攻三攻 把這個法蘭克的傷害提到最高才好 好 那這邊劍俠草也點下 劍俠草點下之後 大型劍塔的傷害 還會再提升三攻 直接變成8加7 15攻傷害 大人劍塔 設這個 單位開始有點傷害了 好 安吉兵 遇到支撫兵和火槍 還是沒則 只能靠自己的工程武器去反擊 但是VIPER這邊的火炮全部倒光了 AC線的火炮加上火槍 支撫兵的效果非常好 但後面的大型劍塔也是不留其面 直接射爆正面的支撫兵 好 變火炮塔 火炮直接上去變硬戳 但這時候遊俠已經升級好 直接戳爆剩下的擊兵 艾盒這邊慘兵慘得有點極限 也是轉出了一些火槍 艾盒火槍走得出來 火炮再次反擊對方的巨頭 好 再一炮 OK 巨頭直接倒地 正面的遊俠直接扛住了前線 192遊俠的血量實在太多了 衝了進去 遊俠直接砍上了這些火槍兵 跟大型劍塔的防御陣線 後面火槍也是持續跟上 這裡補下了一根城堡 想要來反制住對方的大型劍塔 但這根大型劍塔 可以守住這一步的衝鋒 好 可以 但是城堡再度建立起來 這邊沒法射到後方的村民 這邊建築學 稍微擋一下衝鋒的遊俠 遊俠後面直接抓掉 火砲應該是沒問題 結果這邊擊兵傷害很高 後面還有一動城堡 直接把遊俠的血量打到最低 剩下兩刀 哇 結果被修了回來 ACCN這一波有點送掉了 但是 Viper也沒有很好的一個進攻方法 現在要出擊兵要推回去是很困難的 結果ACCN轉出戰毛兵 戰毛兵打擊兵跟火箱都很好用 但是沒有三攻三防 能堪用 不能當成一個阻力 稍微粗一點 是可以的 反正送掉也不會心疼 拿來擋這個大型劍塔的傷害也不錯 好 反正和遊俠帶助實行的衝鋒 但是這個衝鋒可能是被引過去的 並不是真的想要衝 後面的生鋁在補血 Type沒有時間可以控大型劍塔去射生鋁 甚至火砲 這大型劍塔看起來是要送掉了 後面補下更多大型劍塔 火砲繼續輸出 打到了一些火槍 火槍倒了一些 那士兵直接錯了上來 Type這邊要小心喔 這邊收遊俠了 遊俠要在第二次衝鋒 正面沒有擊兵防守 建築學再次蓋了起 想要守住火砲跟火槍 上面還有一個小洞 但是後面巨頭已經不保 這邊打得很嗨 ACCM其實可以拿火槍來偷點火砲的 那他這裡 直接在看遊俠 想要把遊俠控到VIPER家裡 這裡蓋了一個TC 想要防一下 火砲稍微反擊了回去 果然直接拿火槍硬點火砲了 他終於意識到這裡的火砲很好解啊 火槍硬點爽賺三台火槍 火砲 這個很賺很賺 ACCM打得不錯 VIPER這邊損失了三台火砲之後 反擊能力大幅下降 正面疾兵也是繼續出 嘉莉的遊俠也是努力擋住 衝也是擋掉了 還好沒有損失太嚴重 大型箭塔也是努力守住 但是巨頭司機不留前面還是在黃拆 遊俠還是有在出 板安克爾這邊右側的黃金也是開始在挖了 右側左邊也在開挖 黃金材量還是很夠 LIPER這邊則是被控住的家裡 石料已經不夠了 剩189而已了 家裡的黃金也是沒有辦法安穩的挖 192遊俠直接淹了進來 大型箭塔傷害有駐軍村民的話 這個傷害就會再更狂 這個箭矢射了很多 但是要瞬間擊倒遊俠還是有點困難 遊俠帶度上前硬砍了這些火槍 正面疾兵數量不夠 VIPER被逼到了城牆內 ACCM這波的工程打得非常漂亮 把大型箭塔的防禦攻勢全部處理掉 左邊再慢慢進攻就沒問題了 現在ACCM勝率高達87% VIPER這邊一直被騷擾 完蛋了 村民樹開始往下降 但也不是村民樹的問題了 到底是斷經的問題 VIPER這邊打出了GG ACCM這一波法蘭克競技場打得十分精彩 火槍 火砲 巨頭 直斧兵 還有遊俠都打出法蘭克的關鍵兵種 再來就是ACCM的遊俠 也是控的眼疾死 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 那VIPER這邊出了245隻疾兵 還是擋不住192遊俠的威攻勢 這個有點慘 火槍跟後面的戰毛兵 還有這個城堡也是收掉了蠻多疾兵的 這個疾兵消耗量有點過大 稍微看一下經濟吧 這場不是經濟的問題 這個很明顯是ACCM這邊控兵 控的好意思 那VIPER這裡沒有想好主力要打什麼吧 後期選擇打這個火槍 導致他的後期 沒有一個很好可以解決掉 對方遊俠 還有或是後方的一個主力 可能打強弩啊 或者是馬戰車都會好一點 但是這兩個單位 造價實在太貴了 而且打強弩跟馬戰車會不會有問題 集中性不夠好 很容易被法安克的火炮給反制 所以也沒有打這些單位來做一個反擊 只能打這個火槍配這個疾兵 然後再配一些火炮 稍微反制一下對手 變成功臣火炮大戰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有請訂閱